喂,Hello 大家好 結了,結了,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喂,現在我這些 是不是好像 什麼裝備呢 其實現在 很開心 你們知不知道我現在在哪裡呢 聽應該都聽到了 現在在機場 機場 是去哪裡 今天就 告訴你聽 我最近 做了一個新的紀錄 這個紀錄就是 人家不是去 周遊列國的 我是去周遊列場 去了很多個 很多個機場 告訴你聽我前天 我就在北京 接著 在北京的時候 然後呢 昨晚呢 我就去了這個 廣州 廣州就睡了一晚 在白雲機場下降 接著呢 今早呢 就 由這個 白雲機場這裡呢 就經過這個 深圳的灣 接著呢 現在呢 就來到香港的國際機場 現在呢 我就透過這個 香港的國際機場 然後我去 高雄 在高雄呢 就做了一日夜之後呢 接著我又會 平衡陷陷地去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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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那麼多呢 接著就 嘻嘻嘻嘻地 就 回來香港了 啊 啊 啊 反觀呢 這個機場呢 你知不知香港機場 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 小的 還有 是很快的 那麼 由一個地方 去第二個地方呢 是 漆漆漆 就到了 那麼 那麼 香港呢 好著好著什麼呢 你去一個地方呢 你很餓呢 就可以很快地吃到 你想吃的那些東西 那麼 有些機場呢 真的很遠 都找不到東西吃的 那麼 嘻嘻 嘻嘻 來到機場 最重要是什麼呢 找回一個Lounge 唉 我這些 就是 唱到拔攝 這樣 攝下攝下 你們都忘記了 吃的 所以一定要找些東西來吃的 是啊 啊 Vienna說我很忙 是呀 最近比較忙一些 那 做什麼呢 其實我是做一個 的 即是你看到我都有一個Post出來 是嗎 那麼 周圍去玩 還有做事 就是 玩於工作 這個很重要的 那麼 新聞發佈會 因為 暑假呢 我有一個兒童的電影呢 就會做 那我又做什麼角色呢 你猜我是做什麼角色 我這些人 有什麼角色好做呢 做來做去 就是做一些奸人 是不是 奸人尖 那我呢 真的很好看 我覺得 因為是我做的 我覺得 超級好看 那 現在去找個Lounge 那個Lounge 那個Lounge 總之 走這條 走這條路 應該是找到的了 哇 你看這個 香港機場 香港機場 哇 你真是 是不是很有親切感呢 看到很多人排隊 就是香港機場 香港很多人 都會排隊的 已經是很 很慣常的一件事 哇 證明了我現在 是不做 不做事這樣走 是不是 是不是 我沒有動到的 我站在一個 那個電梯那樣 如果 如果 人是這樣 就一定會 會肥 所以 你覺不覺得 我最近 肥了還是怎樣 其實我告訴你 最近這兩天 我飾到 漏油 所以我輕了很多 短短的 這個三天裡面 我是瘦了五磅的 那 除了我瘦了之外 我的肌肉是結實了的 在 我上一個星期 我立志 我立志 要先脫了一粒字 這裡 除了之後 我就立志 要將多餘的肥膏 即是玩夠了 就是一定要修身 齊家自覺平天下 我會修好身 然後 然後 好好繼續 拍戲 我現在 今天 很開心 終於可以早到機場 因為 這是一個奇境來的 因為我從來都不會在機場 會逗留的 通常都是 last minute 還要坐那些 幾十塊的那些車 趕到媽媽都不行 就去到閘口那裡 這些情況 經常出現 所以今天是非常適合的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去機場 很多經典的故事 經典的故事 話說 第一次我去日本 我不是去探親 我是去日本 去探我一個老師 哇 滿懷熱誠 年輕人 沒有錢 沒有錢 怎麼辦呢 我做 courier 知不知道什麼叫做 courier 當年 可以幫人帶貨 當然是 不是帶那些貨 要幫人帶 courier 那你免費 或者用一個很便宜的機票 就可以拿到一個位 很便宜的 那帶那個行李 就去日本 那我就申請了 一千塊左右 很棒 那我就去了 去到這個日本 那去到那個相關的時候 那個空姐問我 欸 先生 你的護照呢 那我就很輕鬆地跟他說 蛤 不是不是不是 他問我你的簽證 蛤 去日本要簽證嗎 那跟著 就當然 沒有簽證 沒有簽證 那怎麼辦呢 沒有 當然大鑊 那跟著就 很大鑊 就是要去申請簽證 那打電話 回去給那個 courier 那個公司 那當然 給人家 交叉星 是不是 那是年輕人 什麼都不認識 認識不認識 這個不是我的特性 那 那 那跟著 他呢 第二天呢 就去 去 日本領事館那裏 就拿這個 簽證 一天就搞定了 不過那天有個奇遇 我就 見到郭富城 當然他 他那時候也不認識我 是不是 那 我記得郭富城 又拿過簽證 去 去這個 去日本 那 到第二天呢 我就當然 就不是跟郭富城 一起去日本 那我就 去了日本 那 這些就是我 經常都會在機場 會發生的事來的 有一次 就去到機場的時候 覺得 咦 有些不妥 那那個不妥 那那個不妥是什麼 原來我的護照 到了期的 那又 又無法再去 那 那這些呢 都是我們這些 這麼有人生經驗的人 給你們 一些這樣的忠告 你們 那你們以後出去玩呢 記著呢 就要 拿Visa 還有呢 就要 戴Passport 早點去機場 還有一次 更厲害 去到機場那裏 忘記帶身份證 忘記帶身份證 於是怎樣做呢 很簡單的 然後呢 搭的士 回家裡拿 然後 那個阿叔呢 就說 阿叔阿叔 安全地超速 安全地超速 然後呢 就去到這個機場 去到家裡 然後拿回 那個 Passport 和身份證 然後呢 就去回那個機場 那這個就是一個 忘記了大身份證 有一個更厲害 哇 這個真的 你知道呢 經常都要換什麼BNO 又會拿什麼Passport 去到外面 做事多 那樣呢 就 就會換的嘛 有一次呢 我是去換 是拿去 你啊 我很心急的時候呢 拿了一個 舊Passport 一看的時候 他說 先生你過了期了 你看你的Passport 被人剪了 哦 是我自己剪了 我忘記了 於是呢 就 又是這樣 又搭的士 所以我的這種 性格 和行為呢 是促進了香港的經濟 的 令到的士的行業 就很 非常之 蓬勃 啊 啊 這個就是 我的 這個機場的經驗啊 是啊 是啊 我 你看看 有些少許老化 是 你貴人羨慌 很震 你說我 很震 是啊 我這些叫做行震 是啊 這樣好些 是啊 你知不知我最近呢 我這隻眼 我這隻眼 做了手術 有個白內障 原來每個人都有白內障 你知道嗎 我還有一隻未做 下次做的時候 做給你們看好嗎 還有Live給你們看我 做做眼 好嗎 下次告訴你 告訴你 啊 什麼啊 是啊 因為我 我當然是近視 就順便做白內障 當然不只是白內障 不過上了 上了四十歲的人 我四十二 上了四十歲的人 其實呢 你的眼那個 那個球 眼睛那個球 就是眼球 那個精體呢 其實都開始 已經萌萌的了 所以呢 就好好保護你的眼睛 啊 現在 不說那麽多 這件事了 我好餓了 也都差不多 啊 也都差不多 去這個 啊 去到那個lounge了 啊 脫了先看看 最重要的身體健康 多謝大家 多謝啊 Henry 我33歲已經看不到 你33歲已經看不到 你真是可憐啊 我會享受我的旅程 今晚呢 我將會 十二點鐘呢 就會到 高雄 接著會搭一個小時的 高鐵 啊 然後呢 就會去到 一個神聚的地方 好啦 是這麽多先呢 啊 遲些再談 Bye